提醒大家,從家中出門還是要注意路況 27號早上8點多,竟然像一個騎士他從家裡頭要騎車出門 就沒有看路況,直接就把車子吹了油門騎出去了 沒想到正好有黎明騎士要經過 即使要緊急煞車不過還是車輪就鎖死了 整個車身是瘋狂的晃動 而且重心不穩,連人帶車翻滾一圈,慘摔在馬路上 騎士準備上路停靠在馬路邊,但他催油門的時間點實在是不太對 另一名騎士正好要通過,但他卻直接闖了出去 即便對方使出渾身結束,試圖刹車閃避 但車輪鎖死瘋狂晃動,隨後重心不穩 連人帶車摔在馬路,還在地上翻滾一圈 機車排氣管掉下來一半,車殼也明顯有損傷 因為當下騎士反應時間實在太短才會慘摔 這起車禍事件就發生在27號早上8點左右 華人縣吉安鄉許姓騎士要切除車道,還先在路邊等待 卻疑似沒有注意到理性騎士正要通過,直接闖了出去 造成理性騎士雖然驚險閃過他,卻還是慘摔倒地 兩車發生差狀,造成里南身體差受傷 雙方自行就醫,酒測時均為理 其實停車等待卻還是沒有仔細看導致事故發生 因為從騎車上路還是得注意周遭情況 以免讓自己和他人身陷危險當中 記者蕭文言學歷情跨點總報道